有小姐姐问我 单身女孩是养猫好还是养狗好 你是不是会觉得养猫更好 因为养猫省心 准备好猫粮猫杀即可 而养狗还需要遛狗太麻烦了 但只有真正养过猫和狗的人才知道 养狗的好处远大于养猫 尤其是对于单身小姐姐 我来一一举例给你听 单身女孩如果养了猫 平常吃饭的时候 猫就会坐在你的餐桌上 趁你不被伸爪捞你碗里的饭 甚至还有可能把你的碗推倒在地 而养狗就不会 狗狗只会在你身旁坐下默默陪伴 不会有任何越界行为 最多也就是流个口水 平常上厕所的时候 猫就会在马桶周围闲逛 趁你不被伸闲着手拍你 让你便意全无 而养狗就不会 狗狗只会在你身旁趴下默默陪伴 不会有任何越界行为 最多也就是流个口水 晚上睡觉的时候 原本你可以独自享用一米八的大床 但猫却会把你挤到床边 自己霸占整张床 甚至当你熟睡的时候 猫突然开启深夜蹦滴模式 一脚踩在你的身上把你踹醒 而养狗就不会 狗狗只会在你身旁躺下默默陪伴 不会有任何越界行为 最多也就是打个呼噜 那有人可能会说了 我养的狗并没有这么乖啊 那可能是你养错了狗 要不你再养个金毛试试 如果这些还都不能说服你 放弃养猫转而养狗 那我就要放大招了 养猫不光要买猫粮 最重要的是要买猫砂 猫砂一袋通常都中十斤左右 而且至少要用衣囤衣 这两年特殊情况 更是需要大量囤货 像我都是在家 囤上八袋才能安心 这么重的猫砂 让一个单身小姐姐 从驿站搬回家 是不是有点强人所难了 如果你说这点小事 我能搬得动 那有没有可能 你单身的原因找到了呢 而且每天馋食 也未必是件轻松的事情 你家猫如果再不爱买食 那家里的味道可想而止 而养狗就不用考虑这个问题 只需要每天定时 带狗狗下去溜就可以了 很多人觉得 溜狗是件麻烦的事情 其实溜狗的好处非常多 可以让你被动健身 可以让你舒缓情绪 可以让你生活规律 最最最重要的是 溜狗是群体活动 积极参加群溜活动 可以认识更多的小哥哥 朋友圈扩大了 天天的恋爱还会远吗 所以养猫只能让你为命是从 而养狗可以让你其乐无穷 如果你也觉得很有道理 那我们就是英雄所见略同 我是PT新爹 有问题评论去爱托我 Respite